上一次我們最後一次講到天責、忍者、基因改造、化石 化石沒有講完 什麼是天責?來,復習一下 天責就是災難 天責就是災難 然後災難 無法逃過災難的人就被災難 假如我要兩隻手才能爬上這個梯子,所以一隻手的人他不行 古代長頸路的脖子 我爬上這個梯子,所以一隻手的梯子 變一顆 是一種比例 經過競爭與天責 天責,比如說 這個地方可能很多蝴蝶 有些蝴蝶可能是黃色的,有些蝴蝶是綠色的 有些蝴蝶是咖啡色的 當這邊都是綠色的時候 都是植物很茂密的時候 都是綠色的時候 哪一種蝴蝶比較容易被發現 綠、隔色、蜂 黃色比較容易被發現 咖啡色 雖然咖啡色也比較蠻能 綠色比較容易除磨下來 所以綠色開始,這時候的蝴蝶會慢慢增加 因為綠色除磨率比較高 老天爺,當這個地方變綠色的時候 所以黃色跟褐色可以慢慢變長 尤其是紅色的蝴蝶 黃色蝴蝶已經被蝴蝶吃掉了 就像我們的雞 有五隻黑色的 有五隻黃色的 就 狗來 牠先看到哪些雞 黃色 牠先看到黃色的雞 因為黃色雞躲不掉 黑色雞躲在陰暗的地方就看不清楚了 就找不到了 我們常常找黑色雞找不到 因為陰暗的地方 躲到陰暗的地方就找不到它 就看不到它了 後來又抓走四隻啊 黃色雞 黑色雞躲都死掉了 都不見了 黑色的五隻裡面 有一隻死掉了 有一隻不見了 為什麼黑色雞躲被淘汰了 牠可能跑出來 想看看牠們別的雞 牠比較麻 牠病嚴嚴的 牠病嚴嚴的,非常錯 那是五隻黑色雞 有黑色雞 翅膀有問題也記不記得 那隻比較瘦小啊 比較瘦小 翅膀問你那隻 你剛才有病嚴 我覺得牠是有生病 牠翅膀也有腫瘦 跑得比較慢 所以這五隻雞裡面 當狗要追的時候 誰要被先去淘汰 張總齡那個 跑得最慢的嘛 飛機 對不對 有沒有笑話記憶的 有沒有笑話 那個張三跟李氏去非洲玩 就一隻獅子跑過來 然後那個張三李氏兩個一開始跑 然後那個張三就問李氏 跑那麼快,等我一下 不不不不 我這怎麼樣只要跑平一塊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牠抓最慢 對牠抓最慢 這是一種淘汰 老天爺賦予這個自然之中一個平衡 是讓強者比較容易逃 譬如這樣子假裝這群斑馬 牠要爬到獅子的追擊 一定是生病的啦 跑不動的啦 比較弱的啦 喔 把牠每次都要毀 然後這樣 然後交錯 但是 那是完全逃不掉的時候 他們要保護右斑馬的時候 是的 真的 看了為什麼他一開始就是這樣 假的這一群斑馬 沒有右小的斑馬 是一群大的斑馬 他們看到獅子來 他們就逃走 就一起逃走 可是我看過就是 小的就落單啊 右小的落單啊 所以這不是每次都有這麼輕易發生啊 有時候比較小的 譬如他認為說 你應該可以自己跑的 譬如你沒自己跑 因為你聽到 在那邊 大家圍起來腳向後踢 有可能可以保護一下 可是有可能會被抓到 蛤 是 大家一起跑 直接用大家的保護式把牠嚇死 你說大家一起樂 有時候大家一起真的跑 啊 對 哇 只要一個跑掉其他就倒楣啊 對不對 只要一個跑掉其他就倒楣啊 因為跑掉其他就倒楣啊 這邊看不見是抓那個人 就是走掉 然後大家就可救了 所以最簡單是大家一起跑 一起跑 然後弱的就被淘汰了 這是天者 那為什麼是忍者 這是我 我來決定的 你來決定什麼 就我來決定 我來決定 舉個例嘛 這樣子聽起來有點模糊 欸 有一天 我霸凌曲譜跟魏律譜 然後 我後來不決定霸凌曲譜 然後 人家就活下來 是由我決定 那所以小偉被霸凌死掉了 那也就 靠北 那你說 綠色的蝴蝶躲在綠色的草叢裡 我把草叢拔掉 剩下的蝴蝶也只 OK 這樣當然也是一種方法 譬如說 我是 我們是 人類 那我想要開墾 開墾 我就把這個 本來這個沼澤地 填起來蓋房子 就是 就本來活在這沼澤地的所有的 兩棲類生物 可能有些鳥類 牠會來秘食的鳥類 全部都不見了 好吧 那我改一個說法 有意思說 潘河的學校長發那個 然後我決定要把牠領威復以後 牠就活不下去 OK 好笑嗎 好謝謝 其實我們在改變環境的時候 我們在改變環境的時候 是不想像是一種忍者的選擇 那很多野生動物牠活不下去 好 現在物種越來越少 也是一個人類一直在破壞 譬如像十五 現在十五 現在我們在講最新的新聞 有沒有看到十五這個新聞 有沒有看過十五這個新聞 有 十五新聞怎麼樣 沒有 有 他插的道路 直接蓋在他插的 呃 應該是十五拉牆 直接跟他 十五拉牆 直接跟他十五拉牆 直接跟他十五拉牆 不是許五拉牆 那十五的交界 他就活不下來了 他沒有棄地 沒有棄地 沒有棄地 沒有他熟悉的環境 他肯定很難生存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破壞他的棄地 讓他肯定死掉 但是要最簡單的 人質 這都不是故意的啦 有時候人類不是說 故意的破壞他 只是不曉得 但不曉得 人質我們平常不要說 我想要什麼 因為有些人喜歡蘭花 他覺得這個蘭花很漂亮 可是 只有這一顆蘭花一樣 這一群蘭花 這一顆對不對 所以他就把這顆取出來 然後這邊不曉得長出一個 跟這邊一樣的蘭花 他取出來 再讓這兩顆蘭花 可能去交配 或者是去育種 就是直接 這個叫做 無性生子的方式育種 它可以產出湯的蘭花 可是這樣沒辦法 這樣給大家 是不是沒有說 但是這是我們選出來的 要的 其他不要的 我們把它淘汰掉 慢慢長出來的蘭花 都是我們要的蘭花 或者像金魚 這個有顏色的金魚很漂亮 這個顏色金魚很漂亮 它取出來 讓它交配蘭花 可以 長出的只要不漂亮 讓金魚全淘汰掉 全淘汰掉 就長出來金魚 就越來越有顏色 越來越有顏色 顏色越來越複雜 就是忍者 綠色 粉紅色 黃色 有些人長出的綠色 蠻特別的 黑色 黑色很多 好 粉紅綠 粉紅綠 反光 反光 反光綠 我們反光綠 螢光綠 反光綠 螢光綠 好 你講到螢光綠 有看過螢光綠 有啊 螢光綠就是一種 是人者 天者 還是什麼 第三個叫什麼 人者 第三個叫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 螢光綠是基因改造出來的 它不是真正的交配出來的 就跟螢光綠一樣 它是在我們在基因裡面去做一些處理 我知道它交配出來的 全是因為跟電子 人者 部分還是屬於自然界中 它存在的一個特徵 我們把不同的物種 取出我們喜歡的物種 讓它去交配 然後它產生下一代 這是我們透過這個交配方式新的 有螢光綠嗎 可是基因改造是什麼 真的假的 可是基因改造是什麼 基因改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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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的收益會變短 真的可以嗎 真的可以拍到很帥嗎 就有點偏綠 然後看起來有點粉綠 有點粉紅綠 然後在按的地方發光 這還很粗 然後收益好像走 不到你 什麼 什麼是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就是 我方基 輸入生長基數 它就長超快 可是 頂質不應好 生產技術跟基因改造沒有關係 有 就跟黃豆一樣 怎麼樣 黃豆怎麼樣 不是所有的黃豆是基因改造的 不是所有的黃豆是基因改造的 為什麼要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怎麼做 你找到他的基因然後切一些 縫一縫就會改造 再講一遍 你把基因找出來然後切一些縫一縫就改造 基因改造通常在受精短的時候處理 他受精短的時候你把那個染色裡面的基因做處理 怎麼處理啊 他可能在比較 那個 大的倍率的層次下來觀察 我們把一些認為這基因 經過排序之後發現這基因可能會導致他容易生病 就把他基因給剔除掉 我們有個基因可能容易長蟲 就把他的基因剔除掉 他生出來這個黃豆可能就不會長蟲 可能就不容易生病 然後他全抹下來 這就是基因改造的黃豆 基因改造怎麼確定 現在基因改造還不是一個道德的事情 現在只被榮租立在一些植物身上 都可能都還沒有 我辦法被基因改造 因為基因改造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還不是長得很清楚 像有人就想說 基因改造後的黃豆是像吃了容易致癌 有人這樣說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 人類 人類都不改造人類的話 就沒有胃了 不會啊 人類為什麼要改造人類到胃了 因為這樣 胃來就不行不完 以後死類就被改造了 然後就可以飛 人類的基部不是靠基因改造來的 因為過去也沒有基因改造 我們還是欺負很多 不是啊 我們要等到科技完全發展不了的時候 所以在基因初變的情況之下 我們產生了很多種不同的基因 但基因經過人摺或天摺之後 會產生一些變化 那有些被淘汰掉了 存過下來 它就是在走往鹽化的路上前進 鹽化上面我們講的 鹽化身上有些鹽化 大家都是進化或是退化的 鹽化是進化還是退化 鹽化是進化 鹽化是進化 是進化 前化進化 tracking 鹽化進化進化 鹽化為什麼進化 鹽化為什麼進化 鹽化jähr化之進化 巨化和退化 鹽化為什麼進化和退化 因為聽說以前戲人被 OK 你在試著回答的時候 我雖然是給你選擇題 但是你回答不是只有選擇題 回答我只是A或B 你再回答A 要A的理由 你回答B 要B的理由 那回答C以上的理由 沒有C啊 沒有C 對 這一點選擇只有進化跟退化兩種 你選擇進化 你說明進化 你選擇退化 你說明退化 你選擇進化或退化 也要說明進化或退化的A 好不好 那我可以說我分辨 OK 出名你的理由 為什麼你分辨不出來 很煩 進化就是進化退化之後退化出去演化幹嘛有 你想想看嘛 為什麼演化是進化 我說進化就叫進化 退化就叫退化 什麼叫進化 演化就是演化 什麼叫進化的 我覺得進化 進退化不都有 你說看 進退化不都有 進退化都有 然後什麼叫進化 什麼叫退化 你原本原本一隻 一個動物 他原本該有的功能 因為環境的改變 然後 消失了 然後這是什麼 退化嗎 退化 OK 好 那什麼是進化 他可怕 一樣是退電短過來了 你說看 說看 你講得非常好 退化是這個意思沒有錯 進化咧 假如是進化 退化這樣算了 不是 所有的東西都因為基因突變 基因突變都產生很多種不同的基因 那很多種不同的基因 存在之後呢 因為天則或真則的關係 有些就消失了 有些物質就消失了 這個整個過程都是演化 譬如說 本來人類只有一種 會慢慢的產生黑人 黃人 白人 本來所有人都長一種頭髮 現在開始有人長金頭髮 黃頭髮 紅頭髮 黑頭髮 那這整個過程叫做一個演化 因為它產生新的物種 那這演化的過程 是進化還是退化 為什麼沒有綠土 啊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是進化還是退化 剛剛浩玲講得很好 可能是退化 因為它就消失了 因為它不適應 它的功能就消失了 你說 我要變成黑人 上不上進化 你要變黑人 你很難變黑人 我沒有要變黑人 OK 聽 我們要先看那個環境的情況 是你說 如果說現在環境的情況 適合六隻手 然後呢 你演化成六隻手 那就可以說是進化 OK 非常好 就這個意思 你的演化的過程去適應這個環境 讓你活得更好 這是有進化 好 那我要適應這個環境 所以很多功能不需要的就消失不見了 那是有退化 那進化或退化 就是為了讓你適應這個環境 是整個演化就讓你適應環境的 整個演化的動力 整個演化動力當然是從突變來的 但是它真正的 真正的結果是從天則來決定你的演化過程 那這整個演化的動力都是因為 因為天則嘛 所以是為了要適應環境 所以要適應這個環境 譬如說這個環境都是褐色的 譬如說沙漠 沙漠有多容易看到一隻綠色的蝴蝶 在沙漠裡面有多容易看到一隻綠色的蝴蝶 為什麼 楊鵑 因為它不適合那裡 不適合那裡 因為那邊顏色你是綠色的 就容易被發現了嘛 就容易被吃掉了 所以你看沙漠裡面都當你什麼顏色 黃色的沙漠 剛剛就是比較沙漠 比較像咖啡色的顏色 黑色的 黑色的 黑色的很容易躲喔 黑色的只要躲在地上的地方 黑色是容易看不見的 而且它們只要是小色 不是可以在沙漠裡面穿嗎 對 但是它為了還是會出來啊 所以它為了適應那種環境 你只要顏色比較鮮 你剛剛都會吃掉 那不是很棒嗎 鮮液就會有毒 呃 對 剛剛 投車講到一棟免 另外一個適應環境的方式 就是讓自己表現得出來是很可怕 很可怕 很可怕的方式是一個是有鮮液的方式 我是鮮液的 那大部分的鮮液都是有毒 我就反應出我有毒 所以讓其他東西都不敢吃我 其他東西都不敢吃我一定會有毒嘛 所以它也可以存活下來 這是另外一種適應環境的方法 可是它就是要吃 我要讓你換鞋了 還有更厲害的道路就是 我發展出 我進化成 我不換你的毒啊 對不對 我進化成我不換你的毒 我就可以把它吃掉了 不是嗎 好 譬如說 這個植物 它慢慢的 長出來都被吃掉 就被刻有毒的沒有被吃掉 所以它是進化的 所以它開始長出來都是有毒的 對不對 這個東西吃這個植物都死掉了 最後一次是活下來 有什麼 這個動物它也進化成可以抵抗這個毒 所以這個動物的盤子下去都可以抵抗了 然後那個有毒的植物又長刺 沒有錯 它是長出刺啊 抵抗嘛 所以有毒的沒有刺的都死光了 有刺的活下來 所以它下一代都是有刺的 然後結果抗 然後結果抗刺的動物出來以後 植物就變成可以吃了 那它會不會欠我家 還要我家 對對對 不過今天能不能 那個 徐伯剛剛講的一個事件 好 表演你 它們的動物就是 一無刻一無 一無刻一無 我被吃掉了 廢物 廢物 我們的研究就是演化的過程 我們在研究演化過程 是讓我們從什麼地方演化 過去幾千年幾萬年的東西 我們就看不到怎麼辦 怎麼去觀察 怎麼去瞭解演化 我們可以看畫質 看畫質非常好 畫質 上禮拜五 上次我們也講到畫質對不對 沒問題 畫質 什麼是畫質啊 幾千年以前生物的骨頭 幾千年啊 這幾千年就好了 幾千年 幾萬年也可以 然後呢 幾兆年 幾兆年 沒有 那你就看長好 你知道你的動物長什麼樣子啊 看長好就知道你的動物長什麼樣子 那就看看一過年以前 你看畫畫質 一開始就什麼在了吧 以前的動物 食物 生物 它如果存活過 那可能人家一次偶然 就會被岩石 或被殺土 掩蓋 覆蓋起來 或是我們剛剛講過了 它有可能被一種椒 譬如像樹脂 不小心黏到了卡石在裡面 對不對 它都是一種畫質 因為它是被保留下它的情感 哎呦 一定是被石頭壓爛 事實上像在北極 也有很多畫質啊 而且很清楚看到這個動物的本質是什麼 冰 冰也可以啊 譬如這個動物長這邊突然下一次大風雪 然後我就冷死了 那冷死了那風雪沒有 所以一直下一次下一次 然後就被雪冰凍在冰裡面 然後結果 然後就過了幾億年之後 你出來 你又活著 出來又活著 這很難啊 這目前 目前還沒有辦法 搞不好那個冰 要什麼元素 或者什麼化學反應 我同意啊 這個在電影裡面都演過 但是現實世界還沒有發生過 真的喔 對對對 那現在前陣子日本他們在西伯利亞 找到長寶箱很開心 是因為 他們在挖那個長寶箱 各大都發現他有血 蛤 蛤 發現他有流血 他們就很開心說這個血 回去要化學看有沒有DNA 活的DNA 他就可能可以從活的DNA 去複製長寶箱出來 帥啊 但是這事情 不知道 現在還有一個新的新聞 沒有人去追溝 多久說到的事情 很久以前 我看過這個新聞 看也沒有很久 在半年之內 半年之內的新聞 但他們開心 不要歇 不要歇 所以 動物學家 考古學家 他們就是從化石頭去研究 你看喔 所以這是 地殼的變動 等於是動物死在這裡 然後慢慢地被沙子也蓋起來 被蓋起來 被蓋起來 他就變成一個化石 對不對 為什麼 他肚子沒有爛掉 沒有完全爛掉 你以為你在玩死去寶箱啊 沒有沒有 有可能 沒有絕對有可能 然後呢 接下來他已經蓋起來了 因為動物在上面走 他根本不是地底下的動物 對不對 結果另外動物死在這裡 什麼 他可能餓死會被撲殺 剩下一點點 然後又有沙子 沙子被蓋起來了 沖沖 蔡沖 慢慢又被蓋起來了 被蓋起來了 屍體堆 然後 畫一隻動物又死在這裡 好了 然後 又被蓋起來了 就是這樣 幹 廢死了就蓋起來了 好 有一天呢 地殼變動 噗噗噗噗 充三意動 把它整個融起來 對不對 融…它是怎麼被 被 提起來 這個科學要給人發現 因為這邊不小心這個裸露出來了 裸露出來了 然後結果第二個就變成了 原來這邊有化石耶 他們開始挖 挖 一直往下挖 他們把這邊全部挖碰了 他怎麼分別說這三隻動物 誰是比較早的 比較苦修的 這下面也變 越低的是越早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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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岩層 你要看他附近的沙子 你不可以看最低 我知道 他不會想怎麼樣 不能看最低是因為有時候在變動的時候 他可能變成這樣 他可能有時候嚴懲會這樣吐起來肉 我想這個三層是指的不同時代 所累積的層 這是比較古的 這比較鬆的 這比較靜態的 在這邊如果有一個動物 跟這邊有一個動物 哪一個動物比較老 上面 上面就是動物比較老 跟高低沒有關係 對不對 這就是高低 剛剛曲理想的是概念 不是高的 就是比較年輕 對 那為什麼你要把那三隻 那我只舉個例子 假設三隻都在地底上 比如說自己往下挖 越深的是越老 沒有錯 就像這隻如果你要往下挖 如果這邊還有一隻的話 這隻你比這隻老 可是有時候不是會電動嗎 很難很難 阿鵬你講很難說扳過來 很難說土扳過來 那看這種東西會壓 那個叫做金濤派 很難出很難這樣 土會這樣隆起 土會這樣隆起 會這樣隆起 或者是他變成斷層 斷層上的 斷層上的 這邊有個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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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都被埋起來 不然有一天我們發出一個斷層 從這邊裂開來 然後這邊往下掉 往下掉的結果是什麼 然後你就變同一層 所以就是邊跟下去 對對對 有可能變這樣子 本來在第一層的呢 這一層的 還在第一層嘛 可是如果考古學 他沒研究第一層的話 可能這一隻跟這一隻 可能差不多時間 他就搞錯了 那現在是這一隻最老 對不對 這是中間 這是新的 科目學家應該沒這麼蠢 早期是發生過這種問題 因為他沒有去考慮到 地層的問題就會發生出一個問題 這不是蠢不蠢的問題 而且他發現很開心啊 他沒有 譬如他那隻蛙 他那隻蛙 他那隻恐龍不開心 他其實又往那邊蛙蛙蛙蛙 又蛙蛙蛙蛙 一蛙蛙蛙蛙蛙蛙 這他的恐龍怎麼長這麼不一樣 好多的恐龍 我再蛙 又看到兩隻恐龍 非常不一樣的恐龍 他就覺得奇怪 這個恐龍實在為什麼恐龍長得非常不一樣 今天不是五次嗎 那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這是地層 不一樣 不一樣地層 好不好 所以這個化石 好 下一次我們上面要講那個 動物的分類 好下一次 拜拜 動物的分類 然後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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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